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我是小伟 我现在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 刚才穿过这条巷子的时候 把我吓了一跳 他们背着两个工具 我以为是要打劫的 把我吓了一跳 我包里还有几万卢比呢 看这个大哥的隐身非常凶 然后停下来之后 他们主动和我打招呼 招手 我就心里就放心了一点 然后就开始和他聊天吧 现在他们带我去他的家里去做一下 刚才聊了一下 他们对中国人非常感兴趣 这刚刚做完事情 从那个工地吧 就修路的那个 这边有时有一些道路需要修 他们刚刚中午回来休息 天气太悦了 所以碰到了我 我都以为是打劫的那种 先去他家里坐下看看 这个小男孩 他也非常努力啊 零零这么小就出来做事情了 这个小男孩和他爸爸把我带到他的家里来了 他两父子也非常勤劳的 在这里打扫卫生 去那边看一下那边是什么 哇这里 这里 这里是他家里紧的这些瓶子啊 他们的家庭 经常在外面紧瓶子的嘛 这些瓶子也能卖不少瓶吧 这里还有一袋 哇非常努力 他打算把这里要停平整一点 这小男孩带我去他家里啊 他的爸爸在那边忙 我进来他家里坐一下 他这个家里有 一张船 两张船 这个小男孩在干嘛 他拿了一个玻璃杯 哇这里还有冰箱 这是小男孩的妈妈 这是在洗杯子啊 谢谢 非常客气啊 把我带到他家里来给一杯水给我喝 非常的客气 我看这个小男孩发现他身上 他的 他这个衣服怎么都是破的 他没有衣服穿了 哇这 这个长袖 这边这边一截是好的 但是这边一截却是这样子啊 可能他们家里确实是买不起吧 待会我就给他去买两套衣服吧 裤子也是这种白色的 穿的脏兮兮的还没有换 挺不容易的这样的家庭 但是看见他们两父子在外面 也是在工作努力工作 所以像这样的家庭我想 就是帮他们紧倾一下 负担 给这个小男孩买两套衣服 到时候他也能穿的好一点吧 这个他的爸爸现在休息一下 换他的儿子过来帮忙 这两父子非常努力啊 这个家庭也非常努力 他的妈妈在那里收拾 这个废品 这里有很多废品也是他们一家人 收出来的 平时在外面紧垃圾 积累在这里 把他打包起来 现在他的儿子在这里 把这个土地要停平一点吧 好 现在我准备带小男孩 把这个小男孩带到这个服装订这里来了 让他自己挑裙下衣服吧 刚才在这里买了两件T恤 这个影子一件灰色一件黑色 再买了两条裤子 一件灰色的裤子和一条黑色的裤子 刚好是两套 这个老板也非常顾的 给我一个好价钱 给了我300折扣 给我300折扣 Total 700折扣 现在我准备把它买下来了 老板正在找钱给我 这边有很多这样的店铺 老板非常细心 把它全部都叠好了 现在买了两套衣服 我们准备回去了 高兴吗 这是刚才买的衣服 高兴吗 高兴吗 非常高兴啊 我肚子 现在准备回去了 这是他的 正在换裤子 看他已经把新衣服已经换上了 这样子 非常帅气 very nice 已经给这个小男孩买了两套衣服 刚开始他和他爸爸经过的时候 他爸爸长得太凶了 我突然想到打劫的那种效果了 所以在这里有点心理过意不去啊 原来是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好奇 然后带我去家里去坐一下 给我倒一杯水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小男孩 那个身上穿的衣服特别烂了 我就给他买了两套 穿起来之后非常帅气 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 好了 我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吧 我是小伟 我在巴基斯坦打算待很长一段时间 喜欢的点个关注点个赞 拜拜